喂 我到機場了 你在哪裡 我已經登機了 再五分鐘 我的班機就要飛了 什麼意思 軒宇 我們就停在這裡吧 張信嵐 不要開這種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 其實我已經考慮很久了 才做這個決定 為什麼 因為 你其實沒有準備好 你到底在說什麼 要我去米蘭的是你 說我可以的是你 現在說我沒準備好的還是你 你到底在做什麼 對 什麼都是我 最後 最後 王軒宇 你真的很過分 從開始就是我主動 就連結束也都還是我的 我也不要這樣了 我要找一個主動對我好的男人 你 為什麼要說這種話 我們不是說還要一起去的嗎 如果兩年之後我告訴你 我的夢想不在這裡 你願意永遠跟我待在米蘭嗎 我願意啊 我是認真的 我知道 這真的讓你很不安的是我不好 有些事情其實 早就要讓你知道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說出來 在我十五歲那年 我 顏飛移開以後 就一直把我的心關起來 直到遇見了你 是你 一直不放棄我 是你 把我心裡的門敲開 我真的很感謝你 也從來沒有忘記 是你讓我重新看到這個世界 我對你是認真的 我也一直相信 我們可以走到最好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其實我很清楚 以你的個性 只要我打死的事 你一定會跟我擺脫心 不管 你心裡真的愛的人是誰 我想通了 我也有權利擁有一個 心裡只有我一個人的男朋友 你幫我告訴佳佳 我把手手還給她 生日快樂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我這輩子會有機會 再遇到顏飛 也低估了 顏飛出現之後 對我的影響 是我做得不夠好 我沒有想要傷害任何人 就好像反而 傷害了最多人 對不起 對不起什麼啊 王軒宇 我告訴你 我打算一到米蘭 就彈一場轟轟烈烈的一國臉 這就是我送妳的分手禮物 還有一分手禮物 有沒有打算寄給妳 現在 可以當面給妳 妳在幹嘛 昨天晚上 我找了好久 才找到家中表店 可願意把我換電池 妳看 時間又開始流動 我快走了 妳也快回去了 我快走了 妳也快回去了 希望離開我之後 妳可以更幸福 愛一個人不需要這麼委屈 就算在愛他 妳也不會造他自己來成就這件事 妳這樣不是在幫他 妳是在害他 人的感覺 人的感覺是會受當下的情緒印象 但系統不會 可是系統 他不會知道 誰能讓我心情好 誰會讓我笑 這些在系統裡 能值幾分 妳們已經離婚了 妳只是他的前夫 就算真的附和妳 那要怎麼樣 為什麼他將對妳 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給他機會 但我卻連一次機會也得不到 好看喔